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自加兄弟頻道 我是阿湯 如果你是第一次瀏覽我們的頻道 我們這條頻道主要是說一些國內相關的資訊 包括樓宇、生活等等 如果有些特發性的國內新聞內容 又或者是我們香港未必看到的新鮮事物 我們也會馬上製作影片通知大家 如果你看完覺得對這類資訊是有興趣的 歡迎訂閱我們 又或者轉發給你身邊同樣對這類資訊感興趣的朋友 大家好 早前我們出過一條影片 講解現時西九龍高鐵站裡面 在剛剛月底的時候 開放廣東省一些相對長途的線路 包括紹興、潮傘等等 亦都在影片裡面有教大家怎樣登記12306 以及怎樣使用12306來訂票之餘 例如你想用什麼付款方法等等 都有詳細的說明 不過有些觀眾可能他用的手機 剛剛好就是Android的手機 而我在影片裡面都有提及 現時除了是iPhone的市場 可以下降官方的12306之外 如果你是在Android手機裡面 在官方市場找到12306 你只可以找到一個非官方的APP 只是一個代購的公司 你並不是找到官方的12306 為什麼一個這麼重要的APP 都沒有在Android的官方市場上架 這件事我自己都不太明白 知道的人可以說一說 告訴大家是什麼原因 所以有觀眾留言 不如教大家怎樣在Android手機裡面 可以用到12306 在開始今集的影片之前 我都想先補充一下12306的一些資訊 昨天有觀眾說看了我之前那條關於高鐵的影片 就說我支付那個欄裡面 它是找不到中國銀行 是不是其實用不到中國人去付錢 我亦都自己再登入這個APP裡面 去實測一下 去到付錢的版面的時候 可以選擇的銀行 我發現之前原來真的沒有 我看一條影片的截圖是沒有 但是去到現在應該更新了 就有中國銀行之餘 亦都可以再有這個國際卡 即是Visa Master等等 因為之前我講過 在月份的時候 我去找 原來手機APP裡面 裡面就沒有用到這些國際的信用卡 但是你登入網頁版 就可以選到Visa Master來用 那現在明顯這個手機APP 亦都更新了 趁著這個開關的日子 你又會不會上灣區這一邊看靚樓呢 自家兄弟提供VIP看樓安排 你想到想在哪裡看樓和買樓 想自家兄弟幫你研究 一樣可以找我們 還會和你分析樓盤優缺點 看看是不是設合你的需要 跟自家兄弟在灣區置業 更可向額外匯振 還有無償售後服務 跟到尾 快點來我們展銷廳了解一下吧 追求美好生活 灣區首選自家兄弟 那我整理了資料之後 其實發覺方法有兩個 亦都有觀眾 其實那條影片裡面 已經留言說了自己是怎樣做到 方法分別是簡單 和一個叫複雜一點的方法 我覺得複雜一點的方法 也都某程度上帶了一些風險 不過如果你做了的話 其實你可以有機會 下載一些國內的 在香港市場下載不到的APP 即是說一些可能 官方的交稅APP 譬如說廣東稅務等等 這些都可以找到的 我這個在影片的稍後時間 先跟大家講解 我先教大家 一個比較簡單容易的方法 其實都真的蠻容易的 你只需要有微信就可以了 首先你的微信上方的搜尋位置 你直接打12306 其實你就可以看到 會找到一些官方帳號 或者小程式 我會建議你用小程式 因為這個小程式已經幫你安裝在微信裡面 進去之後 你就可以在平時和朋友溝通的版面 向下拉 而且你要拉得深一點 然後你就會看到 這個APP就會顯示出來 也會顯示你最近用過的小程序 譬如說信封等等 這些有機會經過微信會使用到的小程序 其實全部都是安裝在微信裡面 要找也相當方便的 當你按進去2306裡面 其實這個小程序 和本身你在市場上 下載到的12306的APP 基本是接近的功能 你也可以在上面訂票 當然你要先登記 這個就是如果你沒有 國內市場的情況之下 你最容易是可以透過微信 就已經可以用到12306 這個方法大家可以記得 透過微信可以找到 這個12306的官方APP 應該是叫做小程序 因為它永遠都不會顯示 在你的手機APP的版面 你一定要透過微信才找到 可能也有不少人會關心一個問題 就是到底透過微信的 這個12306的小程序 你的登入會不會跟本身 下載到的APP有不同呢 我試過用自己的帳號登入 是沒有問題的 可以看看這個圖 可以看到它下方寫著 身份證最後四個字 但由於我自己是用回鄉證登入 我按回鄉證最後四個字 記得是不會算你最後兩個數 就是001、02那些數字 最後的四個數字填下去之後 我是可以登入到的 所以我相信 用微信的12306小程序去登入 是不會跟我們下載到的APP有分別 也不需要國內的身份證號碼 第二個方法就會比較複雜 剛才也提過有些少個風險 到底是怎樣一回事 我現在就講解一下它 其實上集我都有提過 假如你用的手機是一些國內的版本 也就是說是國內買回來的 既有香港的Google Play的市場 即官方市場 也擁有國內的應用市場 比如說你華為的 是有一個華為的市場 小米的有自己的一個 下載應用程式的市場 如果你是買著這些機 你就不需要那麼複雜 你直接在這些國內市場 已經找到12306這個APP 你也可以找到其他關於國內 而在香港官方的Google Play市場 找不到的APP 現在講一講 如果你是香港買的手機 比如說Sony 又或者Samsung 你是不會有這些國內的應用市場 在這部機內的情況下 你怎樣的方法是可以找到 一個國內的應用市場 並且將它安裝在自己的手機上 剛才提到有些少許的風險 如果你要在你自己的Android手機 安裝這些國內市場 它的手機裡面一定會問你 你會有風險 你自己就要知識 你要按照知識之後 你允許它安裝 然後才可以安裝到 個人比較推薦應用補 因為應用補 這個國內市場是屬於騰訊 一來騰訊也是一間國內 非常大的公司 比較可信一些 不屬於任何一個手機品牌 因為有時候有些手機品牌 你在第二個品牌的手機裡面 你未必可以下載用到 所以騰訊出的應用補 基本上大部分的Android手機 都可以下載到 你要安裝這個應用補 首先就是在你的瀏覽器上面 找到這個應用補 然後它就會進入了這個應用補 裡面的一個官方版面 記得要找到官方版面 不要去到第三方那裡 因為有機會它那個不是真的應用補 來的 進去之後你都會發現 這個騰訊應用補 上方的網址 是有些QQ等等相關的字眼的 若然旅遊記或者長者們 有什麼疑問的 找到年輕人的一輩 幫我幫你安裝 這樣就安全一點 在這個畫面的下方 你都看到 有一個下載應用補 的連結按下去 其實按下去一定會跟你說 可能有害 因為這個是本身的手機 它規避自己的風險 將那個責任交給你 如果你真的要下載這個應用補 的話你就要按 仍要下載 下載之後 它仍會問多你一次 就是是不是真的要安裝 也都提到一些風險 安裝一個不明的應用程式等等 你仍然是要按 允許此來源的應用程式 按下去 這樣就可以正式進行安裝 當你安裝完成之後 你就會發現你的手機桌面上 多了一個應用補的APP 按進去之後有很多東西可以下載 主要你要找回你自己想要的東西 譬如今次的主題12306 你就搜尋12306 這裡就可以找到官方的12306 並且將它下載 在你決定要安裝的時候 它都會再問你一下 是不是真的要安裝 當你安裝完之後 這是一個正式的APP 所以它會顯示在你的桌面上 隨時可以按進去 你就可以使用12306的APP 不過按進去之後 你都發現 其實如果你用這些APP的話 裡面的一些附加選項 怎麼都會多過微信 那個這麼簡單的小程序 譬如說 可能一些去到當地要再租車等等 這些相關的附加服務 會有在這裡 另外如果是按著這個APP 裡面要登入的話 也不會像微信那個小程序 要登入我那個 證件的最後四個號碼 這裡是關於下載 安裝了一個應用簿之後 再安裝你的12306的官方APP 就來到這裡 在最後的部分 我就想跟大家說說 如果你有了應用簿 沒有理由只要下載12306 你可以下載為其他 一些國內有而香港的市場沒有的APP 但我又想過一些很需要很迫切要用的APP 其實你說 很多很多在香港的Andra的官方APP 都可以下載到 但是呢 都有例外的 譬如說我之前提過 Andra這一邊的Google Pay 這個官方市場的APP 是下載不到我了魔的 另外如果你有需要用到中國郵政的官方APP 在香港也不會下載到 另外就是剛才提過很多稅務上的APP 廣東稅務 又或者你在其他省份 需要有稅務APP 全部這些香港的官方市場都是下載不到 你必須要用國內的Andra的官方市場才可以下載到 另外當然還有一些叫車的APP 例如曹操出行這些 都是國內才可以下載到的 滴滴最近先在國內上了假 然後最近在香港也上了假 其實如果在香港未上假的時間裡 你很需要用到滴滴的 你也可以在國內的這類應用市場先下載到的 另外我也研究過 大部分一些國內買二手車的APP 在香港的Google官方市場是不會下載到的 都要在國內這些應用市場裡面才可以下載到 不過呢 風險始終要自己承擔 到底是不是真的需要下載這些國內的應用市場 自己好好想過 如果你手機裡面有很多的網銀 而網銀裡面可以用到的資金是非常多的話 我建議你都是要考慮清楚 能夠簡單地用到12306 即是透過微信去用 我覺得都是選回微信 關於手機的保安問題 因為我這裡都簡單地講一講 我自己有朋友都是做這些資訊科技方面的網絡保安等等的工作 他就說Android對比起Apple的iPhone Apple iPhone是普遍比較安全一點的 即是被人輸入等等的機率是小很多 不過我這裡絕對不是幫iPhone賣廣告的 如果大家是有興趣聽多些這一方面的話題內容的話 我往後再有機會再出多一集 最後關於自己下載這些應用寶也好 或者其他國內的市場也好 如果有些觀眾們想到哪些Apps 是覺得在國內才下載到 而是很有用的可以分享一下 那麼今集關於Android手機怎樣用到12306 以及怎樣下載這些國內的應用市場的話題 就來到這裡了 有什麼意見或者疑問的 都歡迎你留言講講 也都歡迎一些熱心的觀眾代為解答 因為我沒有可能食答所有的問題 那麼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大灣區自住投資哪裡好 找自家兄弟幫忙 無論是市場熱化 熱賣靚盤 獨家折購 我們都第一時間通知你 自家大灣區VIP看樓安排 專車接送為你服務 快點來我們展銷廳了解一下 追求美好生活 灣區首選自家兄弟 如果還沒訂閱我們自家兄弟頻道 可以現在訂閱和按旁邊的小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的影片 下條影片見 拜拜